我妈真的 我妈妈吧 特别能忍 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宁可自己吃亏 也不能让别人吃亏的 我有多时间 跟我妈吵得特别凶 有几年的时间 就是我在抗争这件事情 现在回想起来 我不是在抗争她 我是在抗争我自己 就是人生很短 你没有必要因为一件事情 然后去忍呀让呀 去做一些无所谓的 这种无底线的这种让步 做人首先我觉得 你得有一个底线的 就是有了这个底线 然后大家相互都别要去触碰 太忍让的人心里 一定不健康的 我是 我从很小的时候 我亲生父亲去世了 然后我有一个哥哥 后来我妈妈带着我呢 跟我哥哥就改嫁到 我现在这个家庭里 我现在这个家庭呢 就是我爸爸是有一个孩子的 然后后来我妈妈来到这边以后 然后他们共同又有了一个孩子 就我妹 我们现在是兄弟姐妹四个人 我妈妈是那种 怎么说呢 因为她经历过人生 比较大的苦难 我觉得是比较苦吧 因为我爸爸没了以后 他就会带着我俩 会特别艰难的生活了一段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 女性嘛 没有工作能力 她只能是去依靠一些男劳动力 或者是男士的这种家庭 我们山东有句话叫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所以她带我哥改嫁到这边 然后我就属于那个 特别不招待见那个孩子 因为我哥是男孩 山东人比较中男轻女 我妈妈一直也是 特别大的中男轻女的这种心态 我就是从小可能家里挨揍是最多的 然后干活是最多的 我是属于不写作业的那个人 那个孩子 就是因为家里边太多活要干了 要照顾我妹妹呀 然后家里边里里外外的卫生呀 然后包括做饭呀 因为那会我爸爸要外出挣钱 我妈管那个家里边所有的那个田地 就大家没有时间 就是可能就我是洗衣做饭的那个人 所以我现在导致了我的 自我生活能力比较强 我觉得这是个 现在看是个好事 小时候因为没有得玩 同龄的孩子都出去玩去了 我需要在家看妹妹 然后需要在家洗衣服做饭 就会很狂躁 那会儿就是有很多怨气 到后来慢慢长大了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因为它让我 最起码我现在什么都能干 没有我不能干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 什么事都不担我吃 不担我睡觉 这是我觉得我性格最好的两点 我可能大概二十一 二十 我就从我山东那个家里出来了 就去了 就来了北京 就是我相当于来北京 没有亲戚 也没有熟人 我自己来的 那会儿就是有一个那个 老乡 类似于我们老乡吧 在这边 然后相互照应一下 但是也很少 也特别少 但是后来我就 你需要自己去自力耕生嘛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我那会儿还不会说普通话 可能我现在语速也比较快 原来语速更快 就是还不会说普通话 就大家都不会理你 我就 因为你从小就这种 我觉得比较扛 扛造的心态 或者这种性格 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走 其实我来北京的 唯一一个最大的动力 就是我不想在这个 熟悉的环境生活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勇敢的事情了 就是因为你毕竟 我们传统骨子里就会 就会三东人嘛 就会有一个 家庭的那种观念会非常强 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我来说 特别勇敢的一件事情 特别勇敢 我当时逃离北京的时候 特别简单 一个背包就来了 就一个三件背的包 装了两身衣服就来北京 其实我一直一直不回去 也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想法 到现在我也不愿回去 其实这个 现在我其实还在 还在逃离我们 家的那个状态吧 其实这种 对我内心 你要咱们去 不去做隐瞒的话 就内心深处就是在逃离 还是在逃离的过程的 逃离我们原生家庭 或者我们原来那个家的 那个过程 我觉得外边苦一点 累一点 委屈一点 都还好 我都可以 但你只要别让我 继续回到家里去委屈 就是也不算委屈吧 就是那种 父母希望我们按部就班嘛 但是 我不愿意 我觉得 我要活成我自己的生活 那个 现在还在逃离 这个还得 还得再成长一段时间 才能脱离这个 逃离这个词 我现在真的 我现在离开北京 如果说我要是真的 下落了决定去穷游 我觉得不是逃离 我是希望去 看更多 我特别 现在我特别 这个算不算对家庭的渴望 我特别看别人家做饭 特别渴望去看各个地方 别人家做饭的那种场景 吃饭的那个场景 这是我特别向往的一件事 我其实内心骨子里 对我前身带着 巨大巨大的恨意 可大的恨意了 就是我就觉得 我 我老觉得我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非要不灵情 我喜欢 我喜欢你这个感觉 就是其实我是沉浸在这个 这个这个里头了 我觉得我对你好 然后我觉得我怎么样 我觉得我付出 我觉得我走 我很伟大 但是实际上 人家并不灵情 人家并没有感受到 只是你自我 对自我对自我的这种付出 陶醉了而已 所以我当我想明白 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没有恨了 我不恨他了 就是我现在 最大的改变就是 原来别人不能跟我提 我朋友之间不能提 提了我就会骂他一遍 现在无所谓 提了就提了 过去就过去了 他干嘛 无所谓了 对走出来是一件 特别好的事 但是很难 真的很难 原来我不承认这件事情 我原来跟所有的人 都不会承认说 走出来很好 但走出来很难 就是你自己要 哎呀 要否定到 要否定 那种不算否定吧 要抹掉自己那 十三年 因为女孩子来说 那是最好的青春 那是最应该去 去穿 去吃 去体验 去玩的 那个阶段 就是 我并没有 所以我现在变得 有点叛逆 就是 我要尝试我 二十岁三十岁 没有尝试的事情 现在快四十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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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